新北柚林峰 伺藥的風波也沒停 暫時團出實際 即興柚林峰 也出現一名子供 檢出美鳳的這個關節藥品的歡迎 為何沒有意後悔去了解 這名子供是透過白雄來檢測 雖然減減的手機沒有超過標準 不過郵官要請一步減減 新北柚林峰 技術 伺藥風波不斷 這段連十字母柚林峰 要團出一個小孩 嚴出美鳳的關節藥品 本日但評論歡迎 郵官國為何不 以後悔了解 這位小孩經過大陸影響 以約翔展示串年執法醫檢測 確定是陰性 但因為苦惡各自占無公佈 郵官國了解 這位小孩頭一次減減是每個學生二十年 所以說還在做第二次減減是二十九內卻 雖然標準是200內卻以上才是用性 不過也會影響多次的煩惱 為何插手減出的本日但評數 不是零 而是二十九 他認為本日但評數會做這個分數 第一號 中號和長號 主要差別是半三期的時間 若是服用第一號還是中號 可能這些幾天就減不少 你這次小孩流比減出有可能是有 一件事 而且流的減出方式是必須減出方式 是非常粗暴的減出方式 不可以排毒是夾陰還是夾陽的可能 因為我們的免疫檢測法 它算是很初步 是不準的 它會把一些同樣結構的化合物 都把政策成有 如果要準確的話 要用同樣的減體 然後用質譜的方式來做檢驗 那個才會有意義 家長就跟我說 我的孩子兩三歲 他可能一輩子都不會進到遞檢裡面 因為這個事情 孩子都要進到遞檢 然後還要被剃頭髮 最終還是要說肯定新北檢 在這個事件上面積極的 想要去釐清這樣的一個事情 嚴重那些人為 流的減出結果不是絕對準確 不可以排毒所有的可能性 需要進一步才用相關的減體 用這波魚來減出 才會到真正正確來確定 他們是不是吃到本惡蛋品 記者 中央報道